7月16日消息 刚刚结束的福岗游泳市井赛的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 中国队组合全红缠 陈玉希以369.84分的高分夺冠 这也是中国队本届跳水市井赛第五枚金牌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预赛中 全红缠 陈玉希跳出了365分以上的高分 领先第二名超过70分 今晚决赛中 在前两轮的规定自选动作之后 领先优势达到了17分以上 接下来的三轮自选动作 两人发挥正常 最终以369.84分的高分夺冠 领先第二名58分以上 英国选手斯潘多里尼·托森以311.76分获得亚军 美国选手帕拉托·施耐尔以获得继军 从2001年福岗市井赛开始以来 中国跳水队在女子十米台项目上22年没有丢过一块金牌 夺得了该项目的市井赛12连贯 值得一提的是 夺冠之后 陈玉希和全红禅和教练们尽情热烈拥抱在一起 陈洛林也为全红禅和陈玉希竖起了大拇指 全红禅的主管教练陈洛林是女子十米台里程碑式人物 拿过5次市井赛双人十米台冠军 三次奥运会双人台冠军 此前的市井赛最高得分是陈洛林和王兴组合 在2009年市井赛上跳出的369.18分 全红禅也打破了教练陈洛林保持14年之久的市井赛决赛最高分记录 上届市井赛 陈玉希和全红禅初次组合 跳出了368.40分 离开陈教练的记录分数还差0.78分 如今 他们刷新了教练的记录 在国际大赛上已经是第三高决赛得分 对此 网友们纷纷表示 陈玉希全红禅 水花消失数 牛 中国金花姐妹 加油 恭喜恭喜 沾沾喜气 降维打击了属于市 恭喜两位小妹妹 一如既往的优秀 恭喜中国队 断崖式的完美成绩背后是运动员的无数付出啊 恭喜陈指导和于指导 超级优秀的两个妹妹 太不容易了 这控制力 神童步 简直复制粘贴 他们联手绝对一点悬念都没有 恭喜两位姑娘 米霜十米台历史最佳